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听我讲啊 这件事呢是这样 之所以中国人觉得愣了一下 觉得有错愕感 是因为我们对美国的决策过程不了解 美国那种军工复合体 华尔街的利益能够左右政客这一点 我们这帮人幼稚 是一帮傻瓜蛋 我们不了解 美国怎么决策 比方说拜登呢 在上台之前 拜登原来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上台之前不是竞选演说吗 竞选演说的时候 他就说俄罗斯是敌人 普京跪自首 他做了一辈子外交官 做了一辈子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冷战时期全经历过 所以对俄罗斯充满了仇恨 这个表达是真实的 但是他同时说 中国不是敌人 这是他真实想法 因为在中国有利益 但是拜登讲完了以后 就被叫过去了 什么人能把总统候选人叫过去 当然美国有身份的人 来来来来 洗脑 你这讲的不对 你这么讲就没人支持 你这么讲就当不上总统 你必须得讲 中国和美国有对抗 有竞争 有什么 你这么去讲 这玩意怎么讲 给拜登洗脑的什么人 布林肯 布林肯是讲师 就跟传销一样 给老头洗脑 洗洗洗洗 好顺溜了 会讲了 OK 拜登开始讲了 讲了之后又一拥而上 拜登还间就剩了 把特朗普给打下去了 大家别忘了 特朗普这个人 你不论有多么不喜欢他 他是美国历史上三个 不是唯一唯二唯三吗 他是唯三 就是三个没有发动过 在这期间没有发动过战争的 美国总统 特朗普算一个 但是这三个总统有个共同特点 都是只干了一届 就不让你干 因为你不符合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老刘这说完了 我觉得这有点起发 老刘说你们还有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 拜登组班子的时候 就把布林肯拉过来 做了自己的国务卿 国务卿就外交部长 级别配备 比我们的外交部长的级别 还要高一些 所以布林肯 现在就左右了拜登 拜登就必须按照布林肯团队 布林肯团队 也不是说他们几个人 而是背后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以及被军工复合体绑架的 美国这家战争机器的 主动轮部分 主动轮 主动轮 从动轮 主动轮转 从动轮跟着转 所以拜登也属于从动轮的一部分 只能跟着转 这就是老刘 学习的时候 在我们中间理论 总跟我们讲的 我觉得老刘水平建长 老刘说这是他听来的 也不是他发明的 我觉得有点道理 对不对 拜登代表的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力 你要不代表你就上不去 对不对 那你拜登过去不想跟中国刺牙 现在只能朝着中国刺牙 在千方百计把乌克兰弄成一个火烧桶炸了之后 美国现在还在台海接着拱火 南海东海 要把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这是美国的战略 因为只有这样 美国才能赚更多的钱 最近还有这么一个事 也是昨天讨论到的 不是众议院提出来说 要给乌克兰400个亿美元吗 400个亿呀 超过了俄罗斯全年 常规军费开支100亿 川普在地下反对 众议院都是喊口号的 激情燃烧 到参议院给否了 昨天我的判断是 这件事说明参议院那些人理性 他们认为这件事拿过去以后不赚钱 参议院这地方满脑袋都是生意 华尔街是不同意 就是赚不了钱的 但是你知道吗 老刘说 斯马南你说的不对的 参议院只是从表达程序上 现在暂时没有批准 参议院肯定会批准 因为美国想在乌克兰 接着捞取更多的钱 参议院更集中的代表了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所以斯马南你必须纠正你的说法 哎呦 我说这事还得看呀 看能不能通过 如果参议院通过了 总统不签字 没有道理的 如果总统签了字 那这件事形成法案了 那就是说 美国在乌克兰这地方愿意大赌 接下来再扔进去400个亿 非打特希伯兰炒鸡蛋不可 非把乌克兰炸到最后一个人不剩 那这事咱们还有时间看 这件事让我想起来早年间 布尔基斯基美国大战略学者 他有一本说 在大棋局是吧 今天好多人说 谁是大棋派 大棋局 就是从这来的 他也就原来一个普通人 但是呢 被看上了 被看上了之后就抓过来洗脑 老刘说连这个奥巴马都是 你就干过一届参议员 你在社区里面搞法律服务 这么一个人 而且代表非洲裔 怎么就能当总统 你以为他自己都能的呀 你以为奥巴马会打篮球 年轻的时候磕过大麻 然后呢人缘好会讲演 beautiful voice talking something 那讲得特别漂亮 然后他就当总统了 不是的 也是被拉过去 在一个圈子里面洗了脑 洗了脑之后 很好 很好 你现在我们党就需要 你这个面孔 民主党就他了 上了之后 yes we can yes we can 然后呢 他就当了总统了 都是洗脑 你要代表一部分利益 并且被你装好了 你去演讲最好 才让你演的 总统是演的 那布尔金斯基当年 也被一边上拉去了 被谁拉过去了 洛克菲勒为首的 国际金融资本 拉一大帮人 当然可能就是 随便吃顿饭 当然可能在一个 固定的开户场所 当然可能以我们大家 所不知道的形势 反正是美国 有那么一些资深的美国人 他们虽然不出任总统 也没有显和的地位 但是他们是真正 影响美国的人 例如洛克菲勒家族 这样的一些人 扎到布尔金斯基 说现在需要由你来代表 美国 欧洲 甚至代表亚洲的一些 大银行家 资本家 政府要人和学籍 这个秘密社团 有人说叫三变委员会 有人叫什么 不知道了 有人说是叫什么 共济会 我不知道了 反正是 布尔金斯基突然间 一下子站位就很高了 结果我们老刘 平常说话 片常话不靠谱 突然间今天来了 讲起大棋局的 我家伙 我觉得老刘水平渐长 你这是水平 这是刚刚今天当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石泰峰的水平 老刘怎么见着 被洗了脑了 被人家讲了 他一下子就觉得 蹊跷通了 现在布尔金斯基 被三变委员会 或者工具会的网 拉过来以后 布尔金斯基就代表水平了 那就出手不凡 那个时候很早 这是上个世纪的事 上个世纪 四十多年前的事 1976年 布尔金斯基小人物 那1976年中 世界发生了一个大事 就卡特上台了 卡特种地的农场组 就是到中国来搞民主实践 中国很多人说 卡特是非常非常 卡特怎么想 我知道 反正卡特在中国 搞民主基金会 是搞了很多年了 现在卡特也老了 这事也不弄了 反正卡特是为作为农场主 赢了美国大选的 上台之后 上台之后 布尔金斯基就被他任命为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成了美国外交政策 实际的操控者 上台之前 布尔金斯基是被洗过脑的 而后 就像今天拜登政府的 沙利文一样 你能够注视体现 你背后的这些 真正操盘人的意志 才让你干这活的 要么然就布林肯 要么然就是沙利文 在这个位置上 布尔金斯基干了个大事 全力支持 阿富汗的反苏派 怎么支持 给钱 给武器 帮助他做一些 大的案子的策划 总而言之 就一条反苏 阿明都被策动了吗 反苏就让苏联不舒服 那苏联觉得阿富汗地盘 是我的地盘啊 我的空间的地理的位置 的延伸的地缘政治 我必须控制这些反苏派成的 当时的苏联 没想那么多 演习的一队兵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一打就打那么多年 结果在这时候 美国远交进攻 开始拉拢中国 那个时候 布尔金斯基 是和基辛格 一块去动中美建交的 76年到79年 这边远交进攻 把中国这样一个 大棋子拉过来 然后呢 又使苏联人犯错误 出兵 那苏联人真的就上大了 然后呢 苏联人在阿富汗 旷日持久战争 知道吗 苏联人出兵之后 据解密档案 显示布尔金斯基 写信给卡特 那叫兴高采烈 眉飞色舞 慢卷师叔 洗肉狂 说苏联终于上当了 终于陷入了战争的泥潭 这场战争 必然呢 让苏联瓦解 这时候苏联 谁相信苏联能瓦解啊 俄罗斯继承苏联核弹头 到现在全世界第二 那时候苏联4万枚核弹头 6万辆坦克 那时候军队 差不多小600万军队 在中国边境就陈兵百万 那边还有500万军队 国力如日中天 布尔金斯基的预测 好多人是扯的吗 这不是 没人心 但是布尔金斯基这个思想 却顽强的表达出来 卡特后来没干下去 没干下去 布尔金斯基回去教书去了 但是虽然他只是一个大学教授 可是呢 他在美国的政界 学界 军界 情报界 大影响 79年 然后又过几年 布尔金写了一本书 叫竞赛方案 这本书很重要 我们光翻译大棋局 竞赛方案 你们不重视 这本书大致是一些美苏冷战期间 美国必须遵循的地缘政治原则 在这里边 他讲的一些条条 今天美国人 俄罗斯人 中国人都在砍 讲什么呀 他说 美国和苏联的竞争 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 而是帝国体系之间的竞争 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两个国家 为全球的优势而进行的竞争 大家想想这词 和今天美国跟中国过不去 是不是一样 甚至两种文明的对决 苏联人毕竟还是金发比尔 欧罗巴人种 但今天美国和中国的对决 是不是 两种文明 但那时候苏联是主要敌人 所以布尔金斯 就说虽然都是超级大国 但苏联明显发育不良 只要苏联不战胜就会失败 只要美国不战败就是胜利 这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 他说美国只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优势 并且打造这种文化优势 再进行全球战略设计 苏联必将解体 那个时候没有引发重大反响 但是苏联轰隆喀拉沉重的身子倒塌之后 美国 布尔金斯基一下子就成神了 苏联倒塌 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 苏联亡党王国 30年前 布尔金斯基一下子就成了美国战略设计之神 1991年12月25号 克里姆林宫红旗缓缓降下 一个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 影响了25亿人的 所谓东风折扰到西风的 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庞大的苏联帝国 共产党宣布为非法 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解体 别忘了 今天的乌克兰就那处独立党 白俄罗斯那处独立党 这个时候人们回想起来 布尔金斯基 布尔金斯基如果坦率的话 他应当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智力 而是给我洗脑的 身后的这些人 所以什么智库智库 现在中国很多智库 我们好多智库以为是一帮秀才写文章 秀才百无一用事书生 你根本不了解政治经济 金氏文化什么都不了解 坐那写文章 然后词句来回摆 你以为就是智库了 布尔金那才叫智库 智库后边 那时候要有厚重的内容 有刀光血影 美国人想起了 十多年前 布尔金斯基积极推行 和平演变 引诱苏联人进攻阿富汗 阿富汗那时候 给了那么一点钱 做药引子 居然就把俄罗斯 就把苏联人拉过来 然后苏联就彻底 沉重的身子 呼隆一声倒塌了 这就是宏洞世界的 所谓大战略家 就这么来的 那布尔金斯基受到重用 后边那股力量一推 然后美国什么共济会 什么级别协会 军工教集团 什么华尔街 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智囊 就是布尔金斯基 有人说布尔金斯基 到目前为止 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 这个最重要战略家 很多说法和基金阁部门 和基金阁 当然也很牛 犹太人当中的佼佼者 巧的是 布尔金斯基和基金阁 都认为今天美国做的这个事 是最愚蠢的事 现在美国把俄罗斯和中国 挤压到一块去 伊朗挤压到俄罗斯和中国方面去 中国和伊朗25年协议 中国和俄罗斯 我今天接受难得一支报 记者的采访 还讲到这件事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其实那时候还热络一些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很疏远 以1992年叶利欣访问美国 同时访问中国 那段时间为例 1992年如果做个时间节点的话 那个时候差不多等边三角形 俄罗斯和美国距离很远 尽管那时候 苏联领导集团 包括叶利欣在内 是倾心向往普世价值 要报美国的 但是美国人刚把你弄倒 我对你戒备很深 那个时候苏联倒塌了 苏联倒塌了之后 那俄罗斯对中国 失去了苏联帝国和苏联 我们叫它社会帝国主义 那个时候 对中国的野心 不想折腾中国了 但是那你边境沉冰百万 边境勘测问题 还没有解决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也很远 是等边三角形 今天我跟这个德国记者这么讲 我说后来 要感谢美国人 美国人把俄罗斯和中国捆到一块打 那让中国越走越近 中国和俄罗斯 连同哈萨克山 土库曼斯坦 什么吉尔基斯坦 共和国几国 然后边境勘测 完成了以后 两边一拉手 后来就逐渐形成了 上海组织 全条战略伙伴关系 而美国和俄罗斯 越弄越深 越弄越冷 反正 现在按照美国人认为 是大战略家的 吉尽格的说法也罢 是布尔金斯基的说法也罢 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走在一个不正确的路上 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这是美国 布尔金斯基最忌惮的 最可怕的 美国最下下策 这个布尔金斯基 对中国他的战略 相当程度上是对的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奶头文化 布尔金斯基 那鼓吹对中国搞奶头文化 对俄罗斯也搞这套计划 这就是颜色革命啊 这就是各种各样的 花的革命前奏啊 这就是在中国 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美国中情局 美国第二中情局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搞的那些小二黑们给钱 让他们黑中国 搞历史虚无主义 2012年之前 中国社会的若干乱想 都和布尔金斯基的 奶头乐的理论 在中国泛滥成灾 是有直接关联的 布尔金斯基这个理论 从哪来呀 所有的理论都从事件当中来 布尔金斯基理论 他所关照的现实就是 美国社会没有办法 解决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那就是越有钱的人 越有钱越穷的人越穷 20%的有钱人 把整个社会 80%的人财富 全部都攫取了 极少数人 甚至1%的人 攫取了99%的财富 这样的社会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平安无事呢 一定有人起来闹啊 好 布尔金斯基 他无力解决这样的矛盾 他也没心思解决这个矛盾 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办法 找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那就是 奶托勒理论 让你吃奶 忘了其他 理论的核心就是 鄙视云云众生 你们是无用的人 你们生存是没有价值的 注意啊 中国知道今天 还有特出名的网红 公然讲 中国绝大多数人 都是没有用的 他只服务于少数精英 这些人活着就没有价值 这些被遗弃的人 需要受到安慰 要不然他闹事啊 为了避免阶级冲突 方法之一 就是有一个奶头啊 他们叼着 让他们陶醉于 消遣的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 例如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什么网络啊 电视啊 游戏啊 注意力 不满情绪 在那里面宣泄了 不知不觉的 就丧失了思考力 没有心思挑战 现有的统治秩序了 这一套在美国社会 在中国社会 在全世界 其他地方 有用 大家想 是不是这样 有人举例说 在美国 一美元炸鸡 两美元汉堡 保证底层人民 基本生存 一个个吃成大胖 肚子弄一样 然后每年大量的电影啊 电视剧啊 各种各样的游戏啊 大家都忙碌起来 哪有心思思考复杂问题啊 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 大家想一想 连同我们在内 有多少人有耐心读一本 三十万字二十万字的书 还有人做深入一点理论思考吗 看两分钟的视频都觉得太长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暗箱操作就是 如果有国家不接受美国的控制 那就黑手伸到这个国家 布尔金斯基亲自导演的计划 就是金钱利益收买国家经营阶层 用美国价值观念 改造这个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 如果有强硬政府不合作怎么办 不合作就干掉你 收买民间组织干掉你 收买反对派干掉你 或者美国中情局直接动手就干掉你 第四扶持敌人的敌人实现国际制约 第五收买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 实现政权更迭 所以中情局的理论家 中情局的理论权威 美国国家民主机会理论权威 布尔金斯基 还有直接消灭反美政权 扶持傀儡政权 这就是20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 纷纷发生颜色革命 各种各样所谓和平演变的源头 比较起来你发现 颜色革命这玩意儿收效更大呀 当年小布什上任的时候 小布什坚决贯彻了 这个美国进攻复合体的利益 打两场战争 这边打伊拉克 那边打阿富汗 大量的美元就扔进去 阿富汗这么一个地方打20年 你认为他有必要这么打吗 有必要呀 一打美国就进入战争状态 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进攻复合体 从美国国会拿到的钱 就是平时和平时期的多少多少倍 所以这大炮一下 黄金万两 蒸馏水 什么什么矿泉水 什么什么太空水 都得从美国本土运过来 甚至运来了澳大利亚的龙虾 给在阿富汗的那些美军吃 那小街建设的跟美国一样 过着奢华的生活 有钱赚的 我跟各位讲 关于我们胡同老刘 听了一耳朵 说美国这个总统这个班子 和他的这个安全顾问 以及国务卿这个班子 到底是怎么参合成的 总统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 为什么 美国历史上200多年 只有16年没打仗 剩下的时间都在打呀打呀 打个美玩为什么三个 没有发动战争的美国总统 每个人都只干了一届 这些事的确值得思考一下 至于美国今天为什么 忤逆布尔金斯基的这个路线 现在呢 坚决跟俄罗斯和这个伊朗 和中国同时作对 这件事我们另长时间再说 感谢收看 下期见